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我的戴戴为大家带来的模组介绍 这一次的模组啊,是一个辅助型的工具 小伙伴们挖矿的时候,是不是使用的最高级的,就是附了魔的钻石稿了 而这一次,戴戴给大家介绍的是激光枪 这一次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激光枪,它的功能可强大了 下面呢,就跟着戴戴,去来看一看,戴戴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激光枪吧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工作台给它放出来 这个工作台呢,是对这个激光枪进行改造的啊 我们把这个激光枪呢,放在这个左侧的这个空栏里面 这下面七个配件呢,对我们来说,它的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先看第一个配件的作用 第一个配件的作用啊,是可以把这个挖矿的范围进行扩大的最大,是三乘三 第二个呢,是可以把激光枪的这个射击的距离啊,给扩大 第三个呢,是让挖矿的能力更强 可以看一下啊,是三级的啊,也可以是四级五级的 但是我没有拿更高级的 第四个呢,是把挖下来的矿石给吸到自己的背包里面 第五个呢,这个功能作用非常好了 因为我们在挖矿的时候啊,矿洞里面都是比较黑的 有了它之后呢,可以随时给我们进行照明 第六个呢,是在水里面的 可以让水,让岩浆,结冰,或者是化成黑药石 最后一个配件,相当于是一个石运的作用啊 装上它之后呢,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多的矿石 好的,然后呢,把这些配件统统的装到我们的激光枪上面 然后把这个激光枪给拿下来 好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激光枪 现在的配置啊 一二三四五,一共五个配置 外加这一个,六个 再加最后一个,冰冻的范围和方块的多少 这是第七个配置了 一共有七个配置,正好 然后我们对着一个区域轻轻的点击一下 然后这片区域呢,就已经没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挖下来的这个沙子啊,都已经落进我们背包里面了 然后我们对着树叶 好的,还有泥土 还有矿石 好的 然后我们发现,背包里面都已经给吸过来了 这就是我们磁铁配件的功能 看到这个蓝色的颗粒了吗 它就是具有照明的作用 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面开采 然后每隔一段距离,它都会放置一个蓝色的颗粒 这蓝色的颗粒就是为我们照明的 我们往下走的话,可以看到啊 还都是非常明亮的 当然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颜色啊,不好看 你可以换成绿色的,也可以换成蓝色的啊 如果说我们把这个蓝色去掉 红色和绿色合在一起,应该就是黄色的 呵,果然,我们的激光颜色是可以改变的 好了,然后呢,我们可以从这边直接上去 所以呢,我们从此挖矿呀 不再用石稿,或者是铁稿,或者是钻石稿进行挖矿了 有了我们的激光枪的话,我们想去哪,就去哪 而且水里也是可以去的,我们只需要点击一下 哈哈哈哈,这个水立刻就会变成冰 然后呢,我们继续往下探测 好的,然后我们继续往前探测 我们这样就可以一直在深海里面进行穿越了 对 看到了吗 所有的水都会变成这个冰 然后我们利用这个冰打成了一个通道 去往我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如果我们把这个砸开的话,外面就是水了 看到了吗 哎,就是这么简单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这一个激光枪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代替了什么铺路呀,挖矿呀,照明啊,石韵啊 等等各种各样的作用 小伙伴们,怎么样 你也赶紧来一把吧 好 感谢观看